失落的华马,就在华马折取而冠赛场没多久。 有媒体爆出华马的更衣室,发生了剧烈争吵。 华马主席福利文毕诺,对球队进行了训话。 一个失败的赛季,让老卓越放三楼庭。 直指球员不进楼,并点名批评了球队队长拉孟夫, 没有帮取球队队长刚有的责任, 失球的拉孟夫也正在去头上。 直接回对了老卓越,示意向我们输掉一切。 前过五年初没有刚好规划, 并吵吵着,给我选我立马走人。 老卓越和拉孟夫更衣室的这段话, 被媒体爆出后, 决定对方的球迷,选择支持拉孟夫而反对老卓越。 老卓越向客的声音越发高涨, 绝对的董事会随后专门开会对老卓越进行了严厉批评。 拉孟夫是黄马的队长兼精神领袖, 而老卓越是球队主席, 短人的矛盾越不解决, 黄马将更得越非混乱。 在发生第一次争吵后, 短人都意识到自己做的可能有些过果。 随后, 奥文又开展了一场友好的谈话。 拉孟夫和老卓越, 本次谈话周围缓和了不少。 黄马的部分球员和聚乐队的一些高层, 都参与了谈话。 但是老人的谈话内容有相当元素, 老卓越要拉孟夫拿出办法改善球队的精神样貌。 而拉孟夫则表示, 队长是个能有实诚的虚职, 除了含有些口号军力队员外, 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帮助球员。 老卓越当局表示, 那就让你获得指挥权。 未来比赛的阵容, 让你能决策。 在场的黄马球员和球队管理层, 也对这个决定, 感到非常意外。 一脉的谈底索拉里要被抬袭时, 拉孟夫作为地长是相当负责的。 主战练索拉里和伊斯科, 以及布莱都有毛队, 而黄马地长也一直在其中扮演着调停的角色, 并时常组织球队的集体活动。 曾经的黄马不知道老卓越是一时冲动, 还是真的想要拉曼斯来排兵的阵。 但是主帅索拉里听到这句话, 一定会非常明白。 学人要过教练指挥球队文索拉人, 又表明了在老卓越心里, 索拉里这个主帅, 已经是可有可有。 冠军了, 黄马三线登盘, 学人人心混散, 索拉里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 想必在索拉里自己也很清楚, 今天除了走人, 也别为他反了。 索拉里已对黄马让球员管理球队的做法, 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评论和关注我哦。